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每个世代的相处 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每个家庭的独立故事跟每个其他家庭都不是完全一致的 去找一个彼此能够互相模仿 或者别人的故事的经验能够给你若干的启发 可能性有 也可能超过半高的比例 它可以带来某一种的引导作用 或者你可以模仿它里面所带来的一些学习或启发效果 但是基本上你们还是不同的个体 就是想提供一个百分之百一致性的准则 告诉你 你的生命该怎么做 你的两代关系该怎么相处 你的情感关系怎么做 我觉得太难了 这没有一个一致的标准 但是你要了解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们是一个不同的独立的时代 就如同你们以后的时代一样 你们都是一个不同的独立的时代 独立时代 彼此之间有一些不相容和不相通 这是必然的 甚至彼此之间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 那也是自然的 尤其在现在 各位所掌握的很多的资讯的方式 你们所掌握的很多的朋友数目 远超过我们的数目 在那个时代 我们或者您的父母亲 或者说可能比我年轻一些 他们所掌握的朋友数目 是真的用数可以数出来的 他们是看可以看到的 你们的朋友现在能算得出来吗 你们的朋友存在很多地方都不知道在哪里 存在在你的手机里面 存在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存在某一端 可能都是你的朋友 他对你的影响可能超过跟你辞职上接触的人 你们的交友速度 交友的方式 你们所受到资讯的影响 已经远超过你的上一代的百倍千倍以上 他们那代所受到的影响 是被动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种传统型的 是那种知识 孩子没有快速分享的时候 那个观念已经形成 他们今天生活的一些概念 但你们呢 还在快速变化当中 你们可以在很多事情里面去分享不同的讯息 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处理 很多的成人 他们大脑只有一个 只能处理单一讯息 他们的价值观非常的固定 他们的道德感 价值观都已经成型了 请不要再去挑战改变他们 那不可能发生的 一个人到四五十岁突然发现他改变了 那这是有病的 不可能 很多的成型概念在里面 这个成型概念并不代表叫做玩物 代表食欲 会代表它的价值 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些价值观念的话 他怎么能作为一个个体呢 这来自于他的一个存在背景 这我觉得第一点 彼此之间的概念有所谓 而且现在由于各位的很多的方式 在现在的咨询工具来讲 虽然才十年的变化 已经让我们看到太多不可能的事情 十年前你要去寻找你旧的爱人 那就鼓起很大的勇气 知道他现在干嘛 他的家庭干嘛 现在你就按个钮 输入两个资料 你就知道他在干嘛了 你知道他在活在哪里 他家人活 幸福幸福 快不快乐 然后你就知道干嘛 你搞不好可以想着办法作弄他一下 对 任何的行动都可以在瞬间的 你的手指之间就可以掌握到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 在彼此的观念中 这是必然 第二 我就千万不要去轻视一个家庭教育给你的影响 你们来自于跟我一样 就当我刚开始跟各位所报告的 我来自这个环境 我来自这个成长 跟这个土地 跟我现在所在的地点 绝对有关联 我现在只是回到了我的一个成长记忆的某一个过程的起点 各位将来也会有 你将来的这份起点 从现在 从你出容到现在 每一个起点都会留下一个记忆 而这个记忆的阻击在你生命中 绝对会有一些变化 绝对会有一些发展 你挥之不去的 因为他的留在你身上已经是个记忆了 所以 我的感觉就是 当然很多时候 你想要去否定你这些家庭的价值 其实他在你身上已经烙印在里面了 你无论想怎么摆脱 摆脱不了 你各位现在 你看到了你同学的个性 你的穿着 你今天早上为什么穿这件衣服 为什么别人会穿那件衣服 你会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们觉得天冷 你要喝点东西 为什么天冷 他可以无所谓 有些人天冷 他就要注重保暖 这都是跟他们家庭教育事实上有关 有些人对自己的保护感特别强 有些人他不会 有些人会分享 有些人不会分享 有些人喜欢分享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喜欢 我刚刚讲的 喜欢在大庭广门之下不说八道 因为他们很喜欢表现 这都是个性的来自于你的成小的成长 你的家庭教育 无论那个家庭教育过程给你带来的 是一种幸福 或是一种不胜弱样舒服的感觉 它当然实际上都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就是 去努力去思考一下 这份家庭教育给你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而这份教育观念给你带来的东西 应该也有一些正面 跟一些值得让你感动跟尊重的 好人之 我觉得跟父母亲的关系 跟你仰爱的关系 跟你周围人的关系 有没有那份尊重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了不了解尊重 是一件很重要的跟人相处的观念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 我们在刚刚谈到了这个世代的差异是必然 第二个去尊重 并且去体验你的家庭教育给你的影响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 在很多这种观念当中 去多为父母亲想一想 去多为他们思考一下 他们所需求的件事是什么 他们所身处的环境是什么 他们所期待于你的是什么 当然那是他们的事情 你现在所要活的是你自己的 我只期待着各位去想一想 但并不是说你要为父母亲而活 我相信这一代的父母亲 也有外面很大的改变 就是他们了解了你们作为一个个体 你们有很多的自由 你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尊重 但他们还是难以放弃那份担心 担心就得因为期待 所以请去理解父母亲对你们的期待 我们看到的好多争议的话题 其实都是来自于这边期待感 这个期待感的父母亲 没办法放弃 没办法去理解 去彼此去纠结在那边 就像是我们看到的 父母亲对大学生选课 他也要干涉 转系他也要干涉 然后这个休学 他更是决定学在 我决定很有趣的 你修学为什么还要父母亲签字 同意好像 你还不能签字 虽然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就是你觉得你是个大学生 但父母亲眼中来讲 你只是一个有大学学生证的 一个儿子和女儿而已 大学生都应该是过怎么样的生活 那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讲完这三年之后 第四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各位要去奴隶的证明 你的责任感 其实父母亲的期待 他最后 最为让他们安心的 在我们节目中看到的讨论里面 也就是让他看到孩子自己有责任感的时候 当你有自己足够的责任感 照顾你自己的时候 父母亲对你的干扰 就会放低很多 而且他们对你这种不当的怀疑 也会降低很多 就是那份责任感 责任感怎么去证明呢 我觉得很难 因为你有你的个性 你有很多的生活 而且并且很多事情 目前考验的实际味道 你说一个大学生生命中会有多大的危机 降临在你身上 待念很少 我相信也不会太多 你们最大的危机 应该就是学业上了吧 不然就是感情上 想不出还有什么 别的两件事呢 应该没有了吧 学业的感情这两件事情 所以 如果你在这两件事情上面 你处理的很有责任感 包括你的学业 包括你的感情 你的感情 当然包括你的生活秩序方面 你能够处理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一点 就能让父母亲对你的放心加分 同意对你的责任感 他尊重之后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就会处理得很和谐 所以我就从我们的节目当中 到现在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感触 就是两代之间的问题 源自于我刚刚提出几种理由 但如果说 各位 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在这个时候 你们学习到了去尊重 学习到了去体验珍惜 你们来自于的家庭 对你们的一些影响 同时你们也努力地 活出你们自己的责任感 我觉得那已经足够了 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人来讲 已经是太为难你了 已经做得太了不起了 我觉得年轻人 各位在这个时代里面 一定要学习做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有创业的一个人 创业会跟随你 许久许久 而这个创业 其实已经在你脑海里 已经在你的心智里面 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 来自于你的生命那一部分 已经到二十多岁 创业已经在你们了 等待你如何去发挥 而且现在你们掌握了 这么好的工具在身上 掌握到这么好的条件在你们周围 更何况你们在一个 这么好的学校里面 你们已经在社会上超越了很多人 而这个超越在未来 注定要给你 你要承接一些责任 是别人没有办法承接的责任 而这份责任感 就看你有没有那份尊重心 有没有刚刚我们讲的那些 能够带来持久创业的 那些人性的条件 而且那些条件之后 再加上你能够独立 创造一个自我的责任感 那就是成功的 如果我最后我要给各位 作为一个大学生 我能够提供一些什么建议的话 很简单 我觉得都是我做不到的 我没有一样要大学做到的 所以我今天独立的 请各位好好去做到这些 第一个,培养一项专长 如果你在现在做的位置上 你不知道你的专长是什么 别人问你 我请问你专长是什么 看电影 听音乐 我老今天那不叫专长 另外一项专长 永远别人夺步走的一项专长 去寻找一项专长 你人生至少要一千专长 第二个,培养一项 永远跟随你的兴趣 如果现在没有 那也是很糟糕的事情 找一个兴趣 这个兴趣能够跟随你 当你在很多生命中 你在停下脚步的时候 或者你的忙碌之余的时候 或者你在转换跑道的时候 这个兴趣能够告诉你 哇,你的生命还是那种方向不变的 你要有那份兴趣 第三个,去寻找 也培养自己一个跟你很久的运动 去培养一下你的喜爱的运动 找一个运动 尤其在大学的时候 现在还来得起 再过一段时间 你的身体就 就被大老听你的使唤了 兴趣运动 最后呢 找一个好的朋友 组织一个很棒的家庭 然后结交一群好朋友 因为人生已经太完美了 搞不好完美到 在座我们谁都卖不到 但我们努力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去寻找一段专场 培养一下特殊的兴趣 找一个运动 然后去结交一群朋友 包括你的爱人在内 组织一个良好的家庭 去培养一个负责人的下一代 够了 我觉得师范大学已经感谢你一辈子了 还有将来寄留院 给母校经常提供贡献 有钱的要捐钱 有地的要捐地 学校缺什么建筑物 赶快要捐一点 尤其师范大学 过去培养师资的 老师 有几个人当亿万富翁的 所以现在学校筹款 比不上一些理工科的学校 更多捐楼挂个名字 所以各位 真的是 将来只要有感恩的心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 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国民 那我觉得 今天我想跟各位报告就是 做一个有创意的人 而这个创意的刚刚来自我跟各位所 报告的那些实相 我感觉很重要的价值观 然后我相信我们可以 很多的时候 都能在一个这么好的殿堂 享受一个这么完美的时刻 然后感谢这一切 今天早上非常谢谢各位 给我的一个机会 跟时间 也祝福各位 更感谢 让我能回到我的成长记忆的 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能让他 能够在我生命中 再重新温暖一次 感谢各位 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作为一个主持人 其实你本身有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 四十岁 才能有自己的价值观 那但是在主持的过程里面 是夫妇人成家自己的价值观 但是如果你看到你 您的任何价值观 那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它 或是 或是 或是出你那个对你的 对你的 对你的情况 我现在的主持工作 可以 可以表现我的价值观 很高兴 对 因为现在 现在无所谓 好 新闻工作 我觉得基本上 在我的观念里面 还是应该 还是应该 遵守某一种界限 我觉得 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我不觉得他应该 有那么强烈的 立场 放在他的前面 否则那变成大家吵架比赛 好 所以 我想是我的观念 我不能说代表很多人 所以 我在过去做新闻性节目的时候 我就努力的 去维持价值观 那维持一个 尊重 我让我的来宾 尊重在一个 他们来的理由里面 我不会去做很多刻意的 去挑战的 这个 就是刻意的去 明显的要去 刺太你的价值 或者 传递我的某种价值 要去临架 不会做这样子 但我努力去问 各种立场 该问的问题 所以我可以回答 很简单的问题 在我做新闻节目的主持人说 我会保留我的价值 我 我不会去 利用我的价值 或者 蓄意地把我的价值夸大 现在做其他的 非新闻性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 有时候一些价值观 还蛮有用的 你试这个价值观 是代表一种人性 你如果 凡事都是保留的 伪装的很好 我不说新闻节目 叫做伪装 新闻节目叫做尊重 因为你的来宾 可能来自于 不同的意见立场 如果你也卷于其中的话 我觉得那个界限 就模糊掉了 然后观众所期待的 不是你主持人如何如何 但是在很多的 其他议题节目中 主持人的风格 变成很重要的一环 主持人必须有风格 才让节目中 带来一些生命力 所以在那些节目中 我会选择 会让我的价值观 包括刚刚提到 八方求文大 或主持其他的 非新闻性节目中 我会告诉他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但我会很快速的 告诉他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我的事情 我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说你做一件事情 我可能不同意 我会讲的事情 但既然我们谈的 不是一个新闻性事件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 人性的角度来交换 所以我现在很高兴 是我可以用我的 说出我的价值观 但是重点来讲 你的价值观 要非常明确的表白出来 还不是在那边 躲躲闪闪 或者浅囊那里面 偷袭来一笔 要说是早点说 而且公开说 而且坦白说 要不呢 你就继续 不要说出你的价值 因为你是价值观 有时候 跟我们谈的内容有关吗 就我现在的做法 请问媒体在追求正确 跟收视率之一 有没有重点 因为工作多一点 但是在追求正确的时候 速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反正因为速度没有大正确 还有其实媒体不自然 延续传统跟文化的一些 歧视的观点 或者切入的讲究 那怎么出入这个程序 你刚提的不止一个问题吧 速度正确 还有我想你谈到的后面 所谓延续一些传统的价值观 而且媒体现在是 我们谈到很 媒体不要开那么窄 现在台湾的媒体 你不能只停留在七家 或者最收视率的 传统Cable频道的媒体 其实有很多媒体可选择 只是现在这七家 或八家的Cable媒体 他们还是占据最主要的市场 速度没有办法 我觉得速度现在是 媒体一直面对的问题 特别是现在的 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竞争者 在哪里也不知道 对 他只能快速地去做一些事情 他现在反而提出一种想法 认为说 既然有那么多的媒体里面 我的速度 就算不正确 你可以有其他媒体来平衡我 来指证我 刚好补足我的一些不正确 更多的不正确 最后总有一个正确出来 当然我觉得这个理论有点谬论 速度并不能够去解释 不正确的理由 也不能作为不正确的一个借口 我的感觉 正确比速度来更重要 但是在媒体的经营者的角度 他是不是永远这种观念 他永远是不是速度 会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经营者的话 我觉得我会坚持 正确比速度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 因为不正确 最后来的惨痛结果 太多太多 包括媒体也受害 我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这是因为不正确 我曾经因为报道 一个不正确的新闻 被台湾电视公司 停播了三个月 对 其实 另外还有我的长官 也因此受罚 我自己受过切身的教训 知道什么叫做不正确的问题 那不只是一个讯息的错误 那有严重影响到 多少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多少人的痛苦因此加重 所以我觉得我对正确的非常重视 会超过速度 但现在你看看媒体 我觉得它的速度感是来自于 它自己的不安全感 那第三个你说跟传统的价值观 怎么去摆得 我觉得 这跟 这跟当事人或主事者有很大的观点 就是媒体 毕竟还是一个人在做的事业 这个人的观念 他们怎么做 媒体大概凭借就是利用一个编辑式的功能 编辑工人让大家求取到一个最公正中立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做法 用彼此之间的一个交相的一个check and balance的过程 有不同的编辑群 有不同的怎么样 但是现在看到的是 你必须确保一个原则 这些人都有同样的品质跟水准 而且彼此的态势是均衡的 否则的话最后你还是得到 谁官大 谁的位置高 谁的资历久 最后他压倒了一切 所以传统的价值观怎么去做一个评论 我觉得我能给你答案就是制度 有没有好的制度 只要一个任何的行业 包括媒体在内 一个企业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 而且被好的人在维持 我觉得他们得出的结果 就能摆脱很多你担心的一些事情 我的回答 制度在哪里 靠各位 真的靠各位 好的制度 有良心的人在执行好的制度 而且那制度被公正的维持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 我的报告今天到这边好不好 谢谢各位